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中共当局出版的习近平著作选读 收录了习近平前几年一次讲话中提及接班人问题 指挥官不能像储君一样供在那里坐等提拔 有指这或许是外界称为储君的胡春华 孙政才 陈敏儿等人命运不计的原因 在习选第二卷中收入习近平在2018年7月3日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言论提到敏感的接班人话题 习近平称 接班人是个整体概念 不能做机械理解 不是指某个具体的人 他警告 年轻官员不能搞自我设计 自己考虑多了就容易违背组织原则 香港明报5月3日刊文表示 看了这番话对于近年胡春华 孙政才等人出局的原因 应该恍然大悟了 关键是陈敏儿作为习近平的亲信被抛弃的原因 也就很清晰了 在这篇讲话中 习近平还说 改革开放前入党和参加工作的干部 已经或将要退出岗位 70后 80后 已至90后的年轻干部 成为干部队伍的主体 明报文章分析说 据说中共高层认为 未来的接班人必须跨过1980年代 直至8964的60后一代 认为那代人经历所谓的思想最为混乱时期 这意味着现在政治局中尚未有真正的接班人 本身是习家军的陈敏儿 在中共十九大被入常 二十大上也没有入常 只是从原来主政的重庆平调至天津 就陈敏儿的调动 由评论人士认为 天津只是一个附属于北京的直辖市 跟重庆的实际地位不能比 陈敏儿的调职实际上是降职 分析指出 陈敏儿是习家军里最早传出要当习近平接班人的人 但由于他过于张扬 受到了习近平的遗迹 习近平假装要接班人 其实根本不要 凡是要当接班人的人都很惨 外界谈及习的接班人问题 经常以毛泽东定下的几名接班人的下场对比 毛泽东当年的第一个接班人是刘少奇 第二个是林彪 第三个是王洪文 刘少奇在运动中被整死 林彪出逃摔死 王洪文倒台后坐牢一直到死 第四个是华国锋 但华国锋在邓小平重新掌权后黯然退场 据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三日报道 乌克兰连夜发动无人机轰炸克里姆林宫 欲取俄罗斯总统普京性命 但没有成功 乌克兰则否认了这一指控 塔斯社引述莫斯科当局称 乌军派出两架无人机攻击克里姆林宫 但被俄军倒下 普京没有受伤 客工也没有任何建筑物遭到损毁 莫斯科当局称这场攻击为有预谋的恐怖行动 克里姆林宫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们认为这些行动是有计划的恐怖行为 是企图刺杀总统 克里姆林宫说 但没有为这次袭击提供任何证据 克里姆林宫表示 俄罗斯保留在适当地点和时间采取报复的权利 与俄罗斯执法机构有关联的Telegram频道 Baza发布了一段视频 显示一个飞行物正在接近俯瞰红厂的克里姆林宫 参议院大楼的穷顶 并在到达穷顶之前发生了强烈爆炸 总统府的声明说 无人机的碎片洒落在克里姆林宫所属范围 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物质损失 一段社交媒体视频显示 克里姆林宫附近似乎有一些烟雾 但尚不清楚烟雾的来源 据国营塔斯社报道 在克里姆林宫周三发表声明之前 莫斯科市当局发布了禁止在首都使用无人机的命令 乌克兰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并表示 该国不会使用装备攻击其他国家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的发言人周三告诉美国CNN 我们没有关于所谓的夜间袭击克里姆林宫的信息 正如泽列斯基总统此前多次表示的那样 乌克兰使用一切可用的方式 试图夺回自己的领土而不是攻击他人 乌克兰总统顾问米哈伊洛波洛利亚克 也否认是乌克兰所为 并解释了为何攻击克里姆林宫 对乌克兰说没有异议 路透社报道 一名乌克兰总统高级官员也表示 乌克兰与这一事件无关 这是自俄乌战争打响以来 俄罗斯对乌克兰提出的最引人关注的指控 外界评论莫斯科可能会利用这起所谓事件 作为进一步升级乌克兰战争的理由 习近平亲信李强接任中共国务院总理后 中国经济状况依然低迷 官方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4月份中国制造业活动萎缩 令当局试图寻求经济复苏的压力再度加大 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4月30日发布的数据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济指数PMI 从3月份的51.9下降至4月份的49.2 降至零间点以下 证明中国制造业仅气水平回落 PMI通常以50作为经济强弱的分界点 PMI高于50反映经济总体扩张 低于50则反映经济总体收缩 路透社报道说 中国通胀减弱和银行储蓄激增 令人对需求产生怀疑 4月18日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一季度GDP同比增长4.5%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4月28日的会议上承认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主要是恢复性的 内生动力还不强 需求依然不足 对此有视频人士撰文分析 如果一季度GDP同比增长4.5%主要是恢复性的 意味着中国经济始终没有恢复到原有的规模 这与李克强曾经说的稳经济大盘实际并无两样 李强3月份正式接替李克强出任中共国务院总理 但从中共官方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 李强接任总理后中国经济并未见好转 分析说4月28日的政治局会议把调门进一步压低 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实情 也透露了中共高层继续对经济束手无策 中共官方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北京 上海 广东和福建等八个省市的GDP增速 低于全国4.5%的平均水平 其中北京和上海的GDP成长率分别为3.1%和3% 而江西和福建的GDP增速最低 分别只有1.2%和1.7% 这两个省去年全年曾以4.7%的经济成长速度 并列全国第一 另有海外分险是表示 整个中国经济现在面临是全局性崩坏的问题 网友调侃这是习近平封闭政策带来的灰犀牛 李强能马达迁走吗 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5月3日发布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 香港在全球180个国家与地区中排行第140位 依然属于艰难的状况 中国大陆跌至有记录以来最低的179位 属于恶劣的状况 仅高于最低的朝鲜 世界新闻自由指当天上海一位前记者告诉媒体 众多和他同一年代新闻系毕业的同学 在最近10年内陆续转行 原因是不满新闻审查 另一位上个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 投生记者行业的老记者 受访时感叹新闻自由度 在中国消失殆尽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过去的几年中 在中国有众多记者因报道内容不符合政府的要求 而遭到绑架 囚禁 甚至杀害 本周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视频致辞中表示 新闻自由是人权的命脉 但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新闻自由都在受到攻击 上海一位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80后学生 张佳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和他同期毕业的新闻系同学 在最近10年内陆续离开报社或电视台 他说 现在就说我以前的那些新闻系的同学 还有我以前做记者时候的所有的同事 全部都已经转行了 留在媒体继续工作的可能连1%都不到 张佳还说 这些年轻记者转入其他行业 除了与收入减少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记者不能自由报道 一个是收入不行了 媒体已经没落了 第二就是 他们现在所有的新闻自由度已经失去 转型后的记者一般去从事企业公关 或者企业市场部或直播带货 贵州老记者赵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就投入新闻工作 对比当年赵先生感慨现在中国新闻自由度为零 他说 中国新闻从业者最佳年代是民国时期和80年代 我是80年代干新闻的 初登新闻舞台 我觉得自己还是个角色 还敢说几句话 最好的是80年代中期 也就是改革开放中期 要帮带头说真话时期 1989年以后就不行了 麻省见水 节节景 那时候人们还敢说几句话 赵先生曾是中国西部地区一家晚报的创办人之一 他说 在89年之前 中央一度酝酿草拟新闻法 但是89学运被镇压以后 局势大变 那个时候政府反腐 可以说没有力度 但是新闻报道有力度 现在不行了 两任总书记之后就没了 还不如民国时期 当年鲁迅每个月薪水400大洋 还敢骂国民党 中共官媒周三对世界新闻自由日的话题讳莫如深 而武汉公民记者方斌因为公开武汉疫情 被以寻衅滋事罪秘密判刑三年 上周日刑满出狱后却找不到立身之地 另外 公民记者张展在武汉报道疫情 被以同样的罪名判刑四年 目前依然身陷淋雨 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说 114位记者与捍卫新闻自由者在中国被囚禁 或面对对包括酷刑的不当对待 当中有三名持有外国籍 包括澳洲籍的杨恒均及成类 他们尚未受审 中共一方面大力鼓励外商在中国的发展 另一方面却打造的数据黑箱 以后外商投资只能耗猜 有分析文章建议 除非拥有值得信赖的中国本土分析师团队 否则外资不用考虑去中国投资 据报道 近几个月 中共当局为经济打造了一个黑箱 限制或直接切断了海外访问中国企业的注册信息 专利 采购文件 学术期干 甚至官方统计年间的各种数据库 最近引发商界关注的是 总部位于上海的万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禁止访问 万德是一个被交易员广泛使用的数据平台 其中包括各种中国经济和金融数据 华尔街日报5月1日报道 多家国外智库和研究机构近日发现 由于所谓的合规问题 他们无法续定万德数据 彭博社2日的一篇专栏文章也说 可以清楚知道北京对啥敏感 因为万德除了实施金融信息 还有全面的经济数据库 为那些想研究中国市政融资有多糟糕 或工业部门真实情况的风险事 提供了便利 在中共的数据黑箱下 对人在寻求投资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 全球资产管理公司而言 意味着以后投资得靠猜 外商在投资之前 背何看中第一手数据 因为数据可以让他们了解 中国的潜在合资伙伴的情况 现在连查询股权结构的天眼查 其查查数据也无法访问了 这使得即便是驻扎香港的分析师 也不得不跨过边界前往深圳 才能完成最简单的访问操作 彭博社的文章说 随着中国数据变得越来越隐私 除非你有一支值得信赖的中国本土分析师团队 否则不要大费周章的去那里投资 因为本土人士可以绕过中共防火墙 但这可能会给个人带来很大风险 中共警方目前搜查了 美国咨询公司贝恩公司的上海办事处 美国禁止调查公司 Mins Group的北京办事处 以及美国咨询公司 凯盛荣英的上海办事处 文章说 现在的情况也解释了 为什么尽管北京去年底重新开放 但许多只做多头的全球基金一直在观望 因为他们知道数据黑箱是双向的 对某些人来说是优势 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劣势 在他们看来 从千里之外投资中国 越来越成为一种亏本买卖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T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